阿晨暴斑煙尘的背后 其实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森林大火 狂风呼啸地吹 一栋栋建筑全都烧成灰烬 空拍画面看到 灵火已经烧到加州温图拉郡住家 整栋房子成了大火炉 烧成一团火球 索性居民都提前撤离 高中和露天市集都开放成为收容中心 温图拉郡位在洛杉矶西北部 115公里 约一小时车程的距离 周一傍晚6点半左右的灵火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蔓延 紧急撤离约27000人 绝大多数都是人口 只有3万的圣保拉市 温图拉郡灵火区的丛林 已经15到20年都没有焚烧过 持续进入11月 虽然加州干旱已经缓和 不过强风助长下 还是足以野火燎源 消防局长的观察 风是灭火最大的阻碍 而且是恶名昭彰的圣塔安纳焚风 目前每小时风速高达96公里 美国国家气象局 对洛杉矶郡和温图拉郡 发布温暖气温低湿度 强风警戒直到周五为止 圣塔安纳焚风会是这个季节 最强劲历时最长的一次 目前还不清楚 温图拉郡野火原因 不过过去森林大火 八成都是人为造成的 而且一旦起火 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程度 加州北部也有火场 圣费尔南多谷两个地区 灵火引发的浓烟 威胁数百万人的健康 北加州十月的野火 才造成44人死亡 8900间房子和建筑被烧毁 是加州史上死伤最惨的灵火 来自世界各地市长 齐聚芝加哥举行市长峰会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给的建言就是 改善气候变迁是首要之物 欧巴马说 虽然川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不过解决问题不是靠协定 而是靠每一个人改变生活习惯 大爱新闻 许叔妹编译 也要改变了吗